北京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 2020年9月30日 我们的祖国再一次迎来了烈士纪念日 自2014年以来 每年的这一天 在北京 在全国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纪念在长期的斗争中 无数革命先烈 为着民族的独立 国家的解放 和人民的幸福 抛头颅洒热血 建立的丰功伟绩 他们的名字 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封碑上 今天 祖国的每一分钟 都在进行着生机勃勃的崭新创造 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但是 我们不能忘记 曾经走过的过去 辽宁丹东市 鸭绿江水缓缓流淌 为我们讲述这七十年前 发生的故事 刚刚诞生一年的人民共和国 面临危难的时刻 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响应祖国号召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美援朝 保驾卫国的伟大战争中去 他们用心血和生命 捍卫了国家安全 维护了世界和平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本来是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内战 但由于美国的强势介入和直接出兵 把美丽的三千里江山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大战场 6月25日在中南海 毛泽东主席突然接到电话 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 毛泽东在电话里得知 朝鲜战争爆发了 据秘书回忆 毛泽东对战事发展非常关注 也很忧虑 此时大陆基本解放 解放台湾也摆上了日程 正在积极做着军事 外交 物质等各方面的准备和部署 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出于十分敏感和关键的时刻 毛泽东曾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做好应对准备 6月27日 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 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 同时 他命令美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声称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的倒行逆势 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中国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全国各地爆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 侵入台湾海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 6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上 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 进行充分的准备 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朝鲜半岛的炮声打破了人们宁静的生活 战斗在新中国建设战线的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用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 加紧生产 多出一炉钢 多产一斤粮 为了战争和建设适应 1950年7月7日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 成立了由16个国家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 任命迈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面对严峻形势 中共中央军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保卫国防问题 7月13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 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成立东北边防军 迅速向中朝边境集结 中央军委到加强东北这种的亚洲洋 这种的海邦 这时候去调了四业部队 这个十三民谈 那什么调了这种的三十八军 三十九军 四十二军 这个部队 调到去加强了 都没变方 当时我不到十岁 你们看的那照片它还很小 那时候放暑假 我们呢在家里呢吃饭 突然跑了一个通信员 进来敬礼 报告以后是 东北军去紧急电报 我父亲当时呢打开一看 一话没说 把筷子放下 你马上就出发 号令传来 祖国召唤 一夜之间 在河南休整的第四业战军 部分主力部队 和分散在各地 担负整训 生产 作战 云粮等任务的战士们 又打起背包 拿起了武器 6月25号呢 朝银战这个爆发以后 我们部队就把这个 黄豆呢长得有十几公分高 叫个地方 部队开拔 那时候很多都是去种地去了 38 39 40 但是作为全军的预备部队 就把我们直接调到辽阳 东北的辽阳 这个军是全军里头 第一个到北大黄 搞均垢生产续编的 6月份朝银战争爆发 我们军就放下锄头扛起枪 其实就刚刚打满海南岛 解放了海南岛回来广州 请进一路了 刚好是我们机动兵臣 接下来就叫我们到东北 当东北边防军 祖国召唤军令如山 列车风驰电车向东北进发 战士们纷纷猜测 这次行动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 战士们问班长 班长问排长 排长问连长 得到的回答是 来 咱们齐唱一首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 预备 预备齐 什么事都没说 就把布地拉走了 当然布地是很苍茫 七天七夜不能下火车 我在火车上架个电台 在对部队联络 就问每个部队到什么地方 到什么位置了 调动相当紧急的 六个男的 六个女的 就是跟随部队北上 到哪里去不知道 我们就是从湖南桃园出发 经过洞令湖坐大猛船 然后到武汉 坐上火车闷关车 直奔东北 武汉三镇九省通群 北上的部队如奔腾的江水 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集结 中转北上 江汉官的钟声 在英雄耳鱼们听来 已成为足国召唤的节奏 这时 第四野战军第38军 114市正在湖北武昌 等待中转北上 这个转业干部叫曹玉海 曾在这个部队担任过营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他曾七次立功 在渡江战役中 他身负重伤 转业到地方工作 在武汉监狱担任了监狱长 这时 他正准备结婚 未婚妻是在住院智商时 结识的白衣天使 听说东北行事紧张 曹玉海急匆匆地找到了老部队 要求重新入伍 再赴战场 他说 谁不让咱们过好日子 咱们就跟他拼 跟他干 部队首长深受感动 他的请求得到批准 他重批战袍 告诉未婚妻 打完仗 咱们结婚 1951年2月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 汉江南岸 坚守防御作战中 营长曹玉海 带领战士们 坚守静安里以北 350.3高地 于敌血战七天七夜 打退敌人第七次冲锋 他的头部胸部 被弹片击中 壮烈牺牲在战壕里 此时 他还不满28岁 1950年8月 美国空军在对朝鲜北部狂轰滥炸的同时 连续出动飞机 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 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之上 打着压着江边 他轰炸我们的安东 是吧 我们作为解放军 能不能让他这样 那当然不能了 1950年9月 朝鲜局势进一步恶化 9月15日 美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的指挥下 在人船登陆 并迅速向三八线推进 面对美国的威胁 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但是为了保卫和平 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 对自己的邻人 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总理提出来警告 无论是不能越过三八线 越过三八线 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就是那已经给他表明我们态度 他根本不理睬 说谁过去照样过 越过三八线 照样的向药若家 这个下面请进 在这种情况下 周周年还招架印度大师 给印度大师 我们要管 你裹三八线 我们就要管 1950年10月1日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日 这一天 意气风发的人民群众 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游行 人民解放军 举行了阅兵式 然而 当晚庆祝国庆的焰火还没有熄灭 欢乐的人们还没有从天安门广场散去 在中南海一年堂 气氛却十分紧张而凝重 这天 由于朝鲜出现的危局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 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发出了请求 期盼中国予以特别的援助出兵朝鲜 随后的几天 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 讨论朝鲜问题 和平遭到破坏 家园面临侵略 出兵还是不出兵 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很多年的胡乔木会议 毛泽东曾经说过 他一生中有两个决策最难决断 一个是1946年与国民党决裂 一个就是抗美援朝 如果出兵 这将是二战以来 武器装备力量对比最悬殊的一场大规模战争 这是一次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较量 毛泽东当然清除我们的家底 而不出兵 形势就将进一步恶化 毛泽东忧心忡忡 他说 别人处于危急时刻 我们站在旁边看 不管怎么说 心里也难过 他还说 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 打得一拳开 念得百拳来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驾卫国 稳皮骨而思良将 毛泽东想到了彭德怀 1950年4月15日 龙海铁路最西端的天兰铁路动工 它 东起甘肃省天水市 西至甘肃省会兰州市 是新中国成立后 在西北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 如今 从天兰铁路到蓝星高铁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大西北再度迎来崛起的契机 70年前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 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 以战略家眼光集中精力 恢复当地工农业生产 筹划西北建设 1950年10月4日 一架来自北京的苏智运输机 突然飞地西安机场 彭德怀 被中央从西北紧急照到北京 当时 他是正在开着这个西北 这个局会议研究是恢复生产西北 大西北的建设问题 正在这个会议上讨论着 北京突然 将去了一架飞机 这架飞机快到了中午了 到了中午的时候 这个会还没散 飞机去了人找了我 说是不行 赶快接彭老宗 这个什么到北京 问他什么事人家不讲 突然说保密 彭德怀以为中央要讨论 西北经济建设问题 就收拾了一大堆规划方案 和调查报告 匆匆离开会议室 直奔机场 彭德怀于当日下午四时 赶到中南海 此时中央正在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 进入会场时 彭德怀发现 会议气氛很不寻常 这时他才知道 会议的主题是 关于中国是否出兵支援朝鲜 彭德怀后来会议说 当晚住在北京饭店 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以为是沙发床 此福受不了 搬到地毯上 也睡不着了 想着美国占领朝鲜 与我隔江相望 威胁我东北 又控制我台湾 威胁我上海华东 他要发动侵华战争 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10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彭德怀鲜明地表示了看法 他说 老虎是要吃人的 什么时候吃 决定与他的肠胃 向他让步是不行的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 打烂了 最多就等于街坊战争 晚胜利几年就是了 所以吃打不如早打 经过再三斟酌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统一了认识 做出了决定 抗美援朝 保驾卫国 毛主席在10月8号 发布了抗美援朝的命令 任命彭德怀 让志愿军 辞议员 先政治委员 13兵团 东北联合军 就改成为志愿军 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中 特殊的军事名词 中国人民志愿军诞生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被全世界所关注 并最终成为 坚强不屈 勇敢的代名词 永远铭刻在了 世界战争史中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段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 1949年10月 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 来中国访问 周恩来 邓颖超 接见代表团成员 和中苏友好协会 总会成员 在周恩来身边 担任翻译的高个子青年 就是毛泽东的长子 毛岸英 融洽的交谈 娴熟的翻译 给人一种亲切感 毛岸英 1946年 从苏联回国的 建国初期 他在中苏交往中 担任翻译工作 10月7日晚上 毛泽东在中南海 菊香书屋 设家宴 为彭德怀送行 毛岸英作陪 吃饭的时候 毛岸英对彭德怀说 彭叔叔 抗美援朝上前线打仗 可由我一份 彭德怀听说 毛岸英要去前线 马上表示不同意 彭德怀说 去朝鲜有危险 美国飞机到处轰炸 在后方搞建设 也是抗美援朝 毛泽东说 你就收留了他吧 岸英会讲俄语英语 你到朝鲜 让他担任翻译工作也好 彭德怀同意了 后来 彭德怀曾经说过 毛岸英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第一个志愿兵 一个多月以后 在朝鲜战场 志愿军司令部 遭到美国飞机轰炸 毛岸英牺牲 后来 毛泽东曾向老朋友 周世昭 袒露心机 当然 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 他就不会牺牲 这是可能的 也是不错的 但你想一想 我是主张派兵出国的 如果我不派我儿子去 先派别人儿子去前线打仗 还算什么领导人呢 有宋子上前线的领袖 就有奋不顾身的战将 四十岁的邓华将军 当时是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接到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的时候 他二话没说 告别家人 殉疾北上 所以他跟我讲了这一道 我下的记忆很深 按照中央的指示 按照军委的指示 直到哪儿就达到哪儿 这个勇敢地去战斗的时候 一定要胜利的 第一个要敢打 第二个要能打 而且一定要大胜 正在湖北的解放军第五十军 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 正在养病的军长曾泽生 急匆匆赶回部队 有人说 军长身体不好 这次行动是不是不要去了 曾泽生不容质疑地说 我要去一定要去 我们作为一个军人 只要我们当我们国家一声令下 我们就服从上级的调动 去执行抗美援朝的 这个光荣的 神圣的这个任务 这是1950年10月 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 通报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42军过疆的影像资料 1950年10月16日下午6点 肖建飞1240日副市长代顿 不像美国人说的两千多人 那几百人先前部队入朝 入朝作战之前 部队进行了临战动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成为那个年代的最强引 广大官兵纷纷递交决心术 请战术 一批接一批参战的部队 斗智昂扬地奔赴朝鲜战场 这些人都是从战斗里成长的 也是从战斗里锻炼的 所以一有经验 二都是翻身农民大部分 不怕子 所以当时说联合国军 有多少个国家来 谁也没有怕过 出兵 早就早 一直差不多快打到雅鹿江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不能忍受了 那是士气相当的高昂 为了祖国 大家就是说 听到美国进到雅鹿江边 跟丹东对面 占领了新一州了 要进入中国了 不咋不行啊 不咋不咋就打到中国了 不行啊 非咋不咋 抗美援朝 援朝是援朝 抗美还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 这两个东西是一致的 死就死了 伤就伤了 就这样 不怕死 一个不怕苦 第二不怕死 大家一听到保家为国这个口号 那咋是很激动的 为了保卫咱们东北的中工业 国家需要我们 所以当时的情绪都非常高涨 那我们哭着喊着 写写书啊 写写书 地上去 都不过江山怎么回事 去打美国鬼子 争着去啊 尽管说是 那时候也知道 美国鬼子挺厉害 但是他要打到咱们 牙绿江边 这个必须得要干回去 这时 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 爱国群众运动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口号 相遍了中华大地 光荣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全国各地人民 永远报名 要求参加志愿军 到朝鲜去 消灭美国契略者 我们乡里边 就是号召抗美援朝 保家外国的参军运动 在全乡召开的 这个 征兵动员大会上 我就报名参军了 法师败到了土地的 这些贫下中路 自留 年轻人都报名参军 所以搞了一个营 一个区搞一个营 很厉害了 都报名参军 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 正在进行 或刚刚完成 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 广大藩神农民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 掀起了报名参加 志愿军的热潮 人口只有两千万的浙江省 先后有一百多万农民 报名参军 一些没有得到批准的人说 参军比考秀才还难 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 积极投身到志愿军的行列 新疆伊礼 踏城 阿珊三个地区 少数民族青年 报名参军人数 超过七千人 祖国的呼唤 广大青年学生 做出了最为迅速的响应 志愿军报名队伍中 有大量青年学生 好早三十万知识青年 参军赏感参加志愿军 那都是好多中学生 大学生都拥有报名 都拥有报名 那是积极性很高 我们军军班有三十个同学 有两个同学在学校当教员 都不愿意当教员 都愿意写军数到部队去 当时就是说 黑龙带给我一支枪 跨过鸭楼奖 给明月明日评个 你是我活 创办于1905年的复旦大学 是中国人最早自主创办的 高等学府之一 著名教育学家 校务委员会负责人陈旺道 是知识界的一位典型代表 毛泽东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 有一本书影响了他的一生 这就是陈旺道先生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1950年的深秋 在陈旺道的孤立和支持下 复旦学子们爱国热情高涨 踊跃报名 与各地人民一道 投身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热潮中去 有一百多名学生 最后经过批准 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实际报名人数大概有三倍 两到三倍 我在花学系 我们就成立了 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 名字叫鞠里战斗队 当时花学系 以鞠里夫人的名字命名 到这个鞠里战斗队 陈济盛为响应国家号召 在复旦大学化学系 第一个报名 并与八名同学 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批 防化学病 为新中国国防化学 生物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甘泉 在1949年 考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立志学成 要为新中国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哪里需要 我们就去哪里 他和同学们 依然加入了 抗美援朝的行列 这些学子临行前 陈旺道先生左右思量 在他的参军纪念册 非业上 用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手 亲笔写下了 和平笔柱的四字真言 这成了他一生守望的信念 老校长 陈旺道先生 对这些像他孩子一样的学生 那都是一一不舍的 我父亲就把这个笔记本 一直随身正常 真的是正常 一直到他去世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 总会出现热血青年的身影 他们挺身而出 一往无前 真情奉献的壮举 融住着我们的民族精神 各地学子热血沸腾 山东大学不到两小时 就有514名大学生报名参军 华东地区报名参军的青年学生 更达到23万 而当年 全国就有58万青年和学子 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军事干部学校 我们十二副中 九月份还正正规规的老师讲课 学生听课 就十月份这个战争 一下起来以后 听课了 而且上街游行 表示我们的决心 我们要用生命鲜血 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就这样一个心思 朝鲜战争爆发时 在大洋彼岸 大批海外学子们 有的已经踏上了回国之路 他们中的很多人 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 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号召大家回新中国 参加战争建设 我觉得当时的知识分子 都有个爱国心 这个爱国心 一时二时 就觉得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想为自己国家 建设吧 建设新中国吧 两代元勋邓家仙 就是其中一员 1950年8月 邓家仙取得了博士学位 他那时刚满26岁 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导师非常赏识他 多次提出 带他到英国继续研究事业 邓家仙蜿蜒谢绝 在此之前 周恩来总理向海外华人 华侨和留学生发出召唤 希望他们早点回来 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钱学森 朱光亚等 百渔民科学家和留学生 相继回国 钱学森在途中被关押 赵中瑶 罗石军和沈善炯 在日本被美国情报部门扣押 后来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界的声援下 才恢复自由 邓家仙归心四肩 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 就不顾安危 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 从美国洛杉矶出发回国 这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 为新中国现代科技 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石 以后撑起了强国强军的天空 马浮瑶是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的 连副政治指导员 部队在进行临战动员时 官兵们的擒战术像削片一样飞来 保卫和平 保卫祖国 就是保卫家乡成了热刺 战士们在发言中说 要熊啾啾气昂昂横渡压路将 几乎所有发言中 都有打败美国野心狼这句口号 为什么最后用一个打败美帝野心狼 敌人是亡我之心不死 比狼还残忍 所以打败美帝野心狼 最后用打败美帝野心狼 第二天在全团事事大会上 我代表全联大会上 进行全师时候 一念就是这个出征师 全师以后 团里的群立报 师里的骨干报 都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 著名作曲家周威智看到了这首诗后 激动不已 他用了半小时时间 在一张草稿纸上 为这首诗铺出了曲 并用最后一句当题目 就是 打败美帝野心狼 由于当时不知道原作者是谁 书名就写成志愿军战士词 这一首歌发表在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上 它像长了翅膀一样 迅速在全军全国广为传唱 胸中九七阳昂 跨过亚路江 保和平为祖国 就是保家乡 这一唱啊 战士们的劲儿都鼓起来 你一唱他就跟着你一块唱 所以这是 哎呀 这个气氛非常热烈 而且战斗意志很强 打倒一切敌人 从那时起 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 都从这首激昂的战歌中 获得了生命里最真诚的感动 它凝结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信心勇气 它永久地萦绕在 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心头 让大海美国 也不先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